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微 目前改装了一两面包车准备出游 我改装面包车主要是要有水有电 我到底有哪些电源 很多人都在问我 今天通通搬出来给大家看 也有人在问我 有了大功率的电源 为什么还要有发电机 为什么还要有小的电源 为什么还要有不如安太阳能什么的 今天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2000瓦的发电机 汽油发电机 可以四升油发电5个小时左右 然后这是一个大的户外移动电源 这个移动电源可以存2.69度电 这个是户外移动电源300瓦的 这是一个车窄冰箱 我还有一个500瓦的电源 在惠州 还有一个100瓦的太阳能板 目前这些设备有移动的太阳能板 有发电机 大电源小电源 所以说在旅行路上 再也不担心用电 这个是带拉杆的 直接就可以这样拉走 这个大功率的电源 说明就在这里了 2000瓦的其他的格式 自己看 还有这个 我觉得这个放电的在-20度至60度 我觉得这个功能挺好的 这样的话 在很冷的地方 或者是热的地方 就不超过60度 都是很安全的 这一点 让我心里就特别的踏实 这个烧水壶是1800瓦 所以我要用这个烧水壶试一下 然后吹风机是1900瓦 所以我要用在我这个大电源上试一下 1900瓦的电吹风 这个电热水壶1800瓦 真实的记录 我现在把冰箱拔掉 冲在我这个小电源上面 然后这个主要试一下 我这个吹风 先拿个1900瓦的试一下 现在显示0瓦还没有输出 现在按开关 通电了 现在试一下我这个吹风 570 再加大 1000 最大 1976 1972 这是我这个吹风最大的位置了 我把这个关掉了 现在我把这个烧水壶 我现在要打开这个开关 打开了 看一下 这个烧水壶才1500多瓦 它显示1800 这个完全是没问题 更没问题了 烧水壶可以用 那就太棒了 在路上随时都有开水喝 然后电热吹风 在路上洗头都很方便 所以这个太方便了 但是这个电一旦用完了怎么办呢 那就只有靠我这个发电机了 刚好也是2000瓦 这个也是2000 我想想看能不能带得了 我试一下这个发电机 这个发电机我要把它稍微提远一点点 要两边有一些空间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不能脱离我这个镜头 这个位置 OK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把电插上 这个就是我这个大电源 充电要这样 这个是直接这样 试电 试一下 一下就搞定了 这个发电机太好拉了 我现在准备把大电源插上 现在这个2000瓦的发电机 再给我这个2000瓦的电池充电 这样充8个小时就充满了 然后昨天很多人在说 我这个冰箱到底如何了 今天给大家敲开看一下 结冰了 如果再持续冻下去的话 结的更厉害吧 你看冰箱这个四周里面 结霜了 冰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你看冻成冰块了 我现在把这个水倒掉 看一下里面有多少冰 我喜欢最真实的去记录这些设备 我不用给任何人打广告 我只是说真实的用 冰沙了 都已经 看这个冰块了 这个不耗电 刚开始它显示是85瓦 但是它到了零下9度的时候 它就显示50多60多 它温度一旦平衡了 它就这样了 所以越到后面越不用电了 我把我风扇拿出来 等到天特别热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里面 这里面是可以加水的 我就把这里面加上冰水 吹出来的锋芒 那就特别的凉爽 其实冰箱还有一种是零下15度 零下18度的 但是我觉得太冷了 因为我平时就是想冻一些水果 跟酸奶 所以说自己的需求 就看大家 然后冬天我也想喝比较温暖的东西 比如说热的豆浆 然后去打的外卖 都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把它保温 今天把所有的电器 都给大家分享了 很多人都说有了发电机 在外面肯定是没有朋友 这么说 去年我走了4万公里 国道省道 大多数是这些地方旅游 不可能一直在高速服务区 如果高速服务区的话 它也是有充电桩 因为这个电源 它也有充电桩可以充的 然后这个发电机 随便停到 国道省道的任何一个路段 只要能停车的地方 你靠边一停 然后发几个小时休息一下 这个发4个小时 都能把这个电源冲一半 冲一度多电 你说多好了 对吧 以前我那个房车 有个发电机没有用 是因为那个发电机有点坏 要拉很多次 才能把它拉燃 那个时候在西藏阿里 不太方便加油 但是这个是汽油发电机 每次到加油站的时候 可以加4升 就是说把它加满 你不单独用油箱的话 是允许你加油的 就是说直接加到发电机里面 它是可以加油的 有了这个大电源 你就不用天天用发电机了 就几天充一次电就可以了 充一次主要是给我的冰箱用电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 我会买一个车载的空调 这样的话用电也是比较节省的 所以说我接下来的自驾油 在路上是不缺电的 是不是很羡慕 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么多 现在问题来了 很多人肯定关心它的价格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 这个2000瓦的发电机 它的价格是3680 然后这个价格买的比较贵 是9380 然后小的电源是1600多 然后冰箱搞活动是800块 现在重点来了 很多人肯定很疑惑 为什么要花1万多 买这些移动电源 加上发电机 因为我做的是无损改装 因为这个车它不是房车 也不是专业的就改水电的那些人 我自己改的话第一很危险 第二如果出现什么交通方面的问题的话 保险公司它不会来赔偿你的 而且这个电是最危险的东西 所以说一定要买好的优质的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性价比高的 然后户外出行很方便的 加上我是自媒体工作者 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电 然后我也想很舒服的用电 可能还需要添置一些空调 还有我的冰箱 所以说怎么说 都需要一个大的移动电源 然后再加上发电机 持续的给它供电 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如果单单只有一个发电机的话 你每次用电就要用发电机 那就会吵着你的左邻右舍 就是说户外的其他车友了 但是你有移动储电源 那就特别方便了 我现在做的就是真正的无损改装 全是可以移动的 包含我的太阳冷板 100瓦的太阳冷板 都是可以移动出来的 包含我以后把这个车卖掉的话 我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拿走的 现在的改装 我就铺了地板 和后面做了两个储物柜 然后其他的东西花了所有的钱 我都是可以搬走的 而且也不危险 我的车里面都没有加改任何的电路 包含我的灯 也是吸铁灯和一个花瓶灯 都是可以移动的 也有人说我花那么多钱去弄这个 还不如买一辆二手房车了 说实在的 我以前二手房车15万 然后里面很缺电 就在厕所旁边也有去接电的时候 当时还用的是电小二的小电源 300瓦的 后来又加了一个500瓦的 这样才相当够用 然后我去改装的时候 他说要加3万块钱 可以弄空调 大电源 还有3000瓦的逆变器 所以说这么一算的话 就算你买了房车 你还是得花几万去把它改装 然后你才能很舒服的用 因为我以前的房车都是二十几万的 真的要舒服的话 你起码要40多万的房车 才算舒服 这样说我花的大钱一万多了 全是这些电源上面 不管我以后买SUV还是买轿车 它都是用得着的 然后至于我的房车 改装花了多少钱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木地板 然后床板 还有后面两个储物柜 然后其他没有了 其他就是防雨的 还有窗帘 还有贴膜 就算我不改装房车 这些钱我都是要花的 只是说我为了改装房车好看 我单独铺了地板 这个地板只是找瓶 找瓶的在铺地板贴 铺好了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今天关于我房车用电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意见 请订阅疑问的话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